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我們深潛戰略 美國落到冰冰冰冰冰 250日 那時代 都很熱 大家這樣還要怕死 我說今天早上八點看我的節目 好不好 今天我有來講嗎 誰跟你講一定要開低 誰跟你講一定會開低 沒有啊 那個跌就會開低 美國跌外資就會賣 講得好像很有學問一樣 誰跟你講美國跌外資就會賣 那美國漲外資怎麼不買 怎麼還在賣 都青菜人家說一說 都看到 反正這個市場都是這樣子 看到對誰有利的 他就講哪邊有利的話 哪是這樣已經很久沒有這樣好不好 來 你再看一次 來來來 看電腦 看電腦 我再算一算 這是台灣 這是美國 差那麼多 再看一次 再看一次 這是美國 這是台灣 跟台灣一樣 不一樣 不一樣 你妹妹說一樣 美國股市漲 外資就會買 美國股市跌 外資就會賣 你聽起來還有 好有道理 這是從哪裡流血回來的老師 怎麼這麼厲害 美國股市漲 外資就會買 台灣就會漲 美國股市跌 外資就會賣 台灣就會跌 還有好有邏輯性 事實上 歐巴說 比我這個國小畢業 比較吃的 這不是美國股市漲 來啦 放那麼大的 美國股市不是漲 二二五 對不對 美國股市漲 外資就會買 台北股市就會漲 看到鬼 見過啦 美國股市漲 他為什麼賣 台北股市為什麼跌 怎麼這樣 怎麼會這樣子 喔 美國股市跌 所以外資就會賣 台北股市就會跌 靠命 明明又買43億 明明又去25點 都也鬼扯的 還有什麼 美國回來 流血回來 講的冠冕彈簧 事實上呢 鬼扯 鼻涕掉下來 又醒回去 鬼扯蛋 有沒有 美國股市漲 外資賣 怎麼 台北股市跌 美國股市漲 美國股市漲 台北股市漲 他買 漲25點 他買43億 看看K線又差那麼多 如果照他這樣做 如果照美國這樣做 不用我了 哥哥我 還要我幹嘛 我回家睡覺好了 回家啃饅頭就好了 美國股市跌 台北股市就一定要開低 誰跟你規定的 沒有 日本開低 日本跌 你都沒有看到國際觀嗎 亞洲股市開盤 日本是跌的 對不對 日本是跌的 日本跌是因為他們有人被他斬首 你漲好意思 好意思漲 好意思漲 死兩個了 那個頭還放在身體上 腰上滾 什麼IS 世間那個人 他好意思漲 漲 漲就在慶祝他被那個 這個 稍微有地色 不要這樣搶一搶美國回來 看多少原文書 這不用 這個用觀察的就有 對不對 好來來 看看 所以 由我們剛剛這兩張圖 我們得到一個結論 外資他的買賣超 並不是因為美國股市 聽清楚 外資的買賣超 跟美國股市的漲跌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而且已經一段時間 我講的話你可以去查證 過去的時間 你可以去查證 外資主要的買超 應該有兩個因素 兩個因素 他買賣超應該有兩個因素 第一個 一定是台幣的關係 一定是台幣升扁的關係 你可以看到 外資這一陣子都是在買超 而且連九買連幾買 都在這裡 這一段是台幣升值 現在連貶了三天 外資只有這一天賣了28億 我原本認為今天也 外資應該要賣才對 因為台幣今天是貶值的 我也認為他應該要賣 不過今天沒有賣反而買 夭壽厲害了 厲害了 因為今天台幣確實在貶 所以台幣的升扁還不是絕對的因素 應該還有客觀的條件 客觀的條件在哪裡 歐洲股市 因為現在全世界的眼睛 都在這個地方 特別是德國 全世界的眼睛都在這個地方 好 為什麼 因為ECP做QE 那ECP做QE可能大家 你所理解的 應該這一段就是反映 預期心理 這一段應該就反映歐洲的QE 所以歐洲的QE的效果 大概就是這樣子而已 你不要單純 你不要單純 什麼QE的效果剛才這裡 這時間要講 講對有夠久的久了 這個可能 這個日線打不出來了 這可能要月線的 這可能要月線的 月線我再把你刪一刪 這個就是2008年的金融風暴 2008年的金融風暴之後 美國FED開始第一次QE 第二次QE 第三次QE 第四次QE到去年 對不對 他經過了四次的QE 道瓊大概從6000 6500啦 6400漲到18000 幾乎漲了兩倍 漲了兩倍 那現在歐洲 歐洲現在還剛剛開始QE 歐洲現在還剛剛開始QE 那你認為QE的效果已經反應完了嗎 還是還沒開始 總統你好好想想 我今天跟你講了這個問題 現在歐洲面臨的狀況 不會比當時美國產生 雷曼兄弟之後 產生了這個所謂的金融海嘯 還慘啊 沒有 歐洲現在面臨的是通貨緊縮 這是比那個還嚴重的事情 緊縮過後就變成蕭條 大概重複1930年 然後美國經濟大蕭條那種狀況 你緊縮之後就一定蕭條了 所以歐洲到底是結束了 還是正要開始而已 你好好想想這個道理 所以影響台北股市主要就是這兩個變數 影響外資買跟賣 大概是這兩個變數 這兩個因素應該是最直接的 主觀跟客觀都有了 好 那今天拉出紅線了嘛 其實我已經在上個禮拜 哪一天呢 來 好像在禮拜五 禮拜四吧 來來來 下去 2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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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經跟各位講過 禮拜五開始到下週三 都是又是多方的時間波了 其實禮拜五是 我剛剛給各位看的 禮拜五我們碰到禮拜四 晚上美國股市大漲 其實這個是不應該跌這麼多的 我們憑良心講 不應該跌這麼多的 這個算是一個意外 但是這個意外也把那個 後來用120億把那個量補到 還好 雖然不滿意 但還可以接受 不過從禮拜五開始到下禮拜三 就是禮拜五 禮拜一 禮拜二 禮拜三 今天紅線了吧 禮拜二 禮拜三 當然還是紅線居多 因為處在多方的時間 機會高 我不是說都是紅線 機會比較高 你看今天 在美股重挫台幣貶值的狀況之下 還有這種走勢 真的很難得 算很強 你會認為量說 對 我也知道這個狀況 但這個狀況都很容易改善 就補量就好了 這個不是說什麼 絕對該死 不是 禮拜一早上 他 我們已經講過 今天大概就是小紅小黑 帶中黑格局 跌也跌不多 小中紅的機會 漲就是小中紅 好 禮拜二還是一樣 紅線的機率比較高 禮拜三也一樣 禮拜二也是一樣 但可以跟各位講就是說 因為 這個可能你要用一點 我們用一點時間來講 本來我都是用電腦跟你講而已 我今天用實際的這個報價 來跟你講 你有這個觀念就好 我沒有叫各位去做這個 因為這個很複雜 這個很複雜 那我們也不是教你在做這個 我們教你做股票的 只是說我們要會去看 我們要會看 你看今天現貨漲25點 期貨漲21 怎麼會這樣子 人家已經正價差了 不要這樣子 不要這樣子 現貨 現貨的避險是期貨 期貨的避險是選擇權 所以選擇權的一個跳動 跟期貨直接有連動的關係 跟現貨還不是見得會同步 但跟這個應該會同步 這是期貨今天漲21點 台子利益應該漲21點 現在是在9,419點 9,400 好 你去抓 抓9,400 我們抓9,400 抓9,400 我們來橫過來這是買權 買權 今天漲了7點 7點 9,500的漲了3點 把它看能夠清楚嗎 能夠清楚這樣看有 9,400的漲7點 9,500的漲3點 9,600的漲2點 完全不成比例嗎 完全不成比例對不對 完全不成比例 好 為什麼會有這種落差 這個就是我之前跟各位講過的 時間價值 這個就是時間價值的流失 所有的選擇大概都有這種狀況 還有你包括你買的那個窩人 就是那個窩人叫什麼 叫台灣叫什麼 叫權證 其實都有這種時間價值 其實權證大概就是買權 認售權證就是所謂的賣權 大概這個都是選擇權的一種 其實這個都是有時間價值的 這個價位 這個就是它的一個報價 這就是它的報價 它的報價就是所謂的 內含價值跟時間價值 內含價值不會變 所以這兩個應該要 同時間變動 同時間變動 同方向變動 不是同時間 同方向變動 所以它現在就是在吃這個時間價值 它在壓這個東西 那它壓這個東西的 它讓你這個東西價值讓它流失 流失就等於莊家賺走 所以它會壓出這個價格 所以你這樣大概就已經了解 原來就是這樣 選擇權為什麼跟期貨不會同步 其實就是有時間價值的流失 時間價值的流失 就是莊家所要的 好 現在重點又回來了 我禮拜五曾經跟各位講過 為什麼禮拜五那種 不錯的一個盤是為什麼會被壓下來 其實就是莊家要壓它的時間價值 要吃時間價值 可是時間價值要吃的時候 不見得是往下跌 才一定會吃到 往上漲它也可以吃 今天這個就是往上漲 它吃它的時間價值 所以很標準的 這個我跟各位講的 這些基本的觀念 你都一定要有 你不一定要去做 但是你要會看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 這樣子吃夠了嗎 現在是9419 好 我們看9400 9400的報價是114點 所以加起來114嘛 變成9514嘛 聽不懂 9514 9400加上114 就9514嘛 那9500呢 報價多少 65 9500 9500 報價65 請問這兩個有沒有落差 還是不合理 還是不合理 對不對 你有沒有明顯的看到 還是不合理 好 既然這個 它不是說完全要一模一樣 但是這個中間還有空間 這個空間就是 就是我剛剛講的時間價值 這中間的一個過程裡面 它應該還會再吃 所以不管明天開高或者開低 不管 明天開板過後 一定還會再往下打一次 往下打一次 它如果吃不到時間價值 它開始就往上拉 開始就往上拉 所以明天的話 如果有紅線的話 這個紅線 這個紅線一定架構在 它會先往下打 然後再往上拉 你了解 好 這個應該 我解這個 應該是全台灣解得最清楚 解得最乾淨的 那我還是跟各位強調 我的看法這一條線 它既然已經突破了 這一條下降壓力線 既然已經突破了 它就是要越過它兩個連接點 也就是說 9596吧 不是9593 還是9596 這個點 這個叫做避過 避過 因為它已經帶量突破 所以它一定會突破這個連接點 那這個連接點 它一定會突破 那如果快的話 我們說真的 如果快的話 就過年前 就農曆過年前 你就會看到9593突破 如果慢一點的話 應該就是過年過後 過年過後 應該在過年前後 就看它快或者慢 快或者慢 就看它量能的角度它是怎麼 它怎麼去擴大 看它量能的角度怎麼去擴大 所以這個是我的看法 9593是避過 快的話就是過年 慢的話就是過年後 其中最快的話 應該是過年前的那一個禮拜 就會突破了 所以因此這樣子的話 我想過這個禮拜的時間 如果有機會的話 我希望你積極一點 我希望你積極一點 它積極的去做多 如果過年過了這個點的話 那應該大家就好過年 為了我們好過年 大家一起加油 但這個量確實是不夠 我們平常加油 711這不夠 所以明天必須得補量 所以就是因為不量它才往下打 再打 這樣子震盪才會有量 這是我們基本的一個判斷 是不是如此 明天你看了就知道了 明天看你就知道 但我希望你記在腦中 這是我們在還沒開盤之前 我們在盤後 跟你做的預判的一個行情 需要修正的話 我們明天早上會幫你修正 好吧 我們稍微修正馬上回來 傑律造政王 制裁新料點 新疆86421155 投資是門專業的事業 也是門良心的事業 獲得頭顧擁有期貨 股票 雙證照 是您投資獲利的最佳夥伴 務會資訊專線 02-2578-3000 2578-3000 最專業的投顧 固得頭顧 用心 用心 還是用心 是固得頭顧給會員最大的保障 也只有用心 才能為會員創造最大的財富 免費資料索取專線 02-2578-3000 2578-3000 最用心的頭顧 固得頭顧 當您投資失利 求助無門的時候 別失意 固得頭顧 秉持良心經營 專業投資幫助您 擁有期貨股票雙證照 使您反敗為順的最佳利器 入會資訊專線 02-2578-3000 2578-3000 最挺你的頭顧 固得頭顧 小青菜 不能用軍營頭一個槍 這樣很好 港田林營寬田十番 抹水恩養的港中啊 使用鐵水高漿的產品 就可以輕鬆沾水 當小企業一起鐵水 用行動來增添水資源 節約用水 在生活的每一天 節約用水 在生活的每一天 蘋果電腦昨天的一個高點 120已經突破了這個高點 那如果你看我們的成交量的話 或者你看我們的節目的話 應該不會意外 因為我已經早就跟各位講過 量市價的先行指標 量先價行 這在這一天的時候 已經跟你強調這個重點 那這一天告訴你說 量先價行 未來將會創高 這個都是上禮拜跟你講的 上禮拜都還沒過 那我就跟你講 這是強勢這是弱勢 不管如何 他就是過了 那你這個先把它學起來 先把它學起來 那有一檔 看看有沒有 這一種股票你要自己去判斷 來 這裡有一檔股票 按照這個 按照這個 這個量過了這個高點 推出來的 這個量推出來的高點 它很比較大 所以這個就會過 來 這個量比這個量還要大 這個量比這個量還要過 大 所以這裡就會過 未來這裡就會過 那這裡到這裡 大概還有10%的空間 大概還有10% 我們再來這裡再把它划一條線起來 我在這裡把它划一條線起來 如果萬一有一天 它是這樣子 請問這裡叫什麼 這叫底 對不對 好 如果它這裡是帶量突破的話 未來它還會走什麼 123法則 所以你說這個地方 我們要不要找機會來加碼 當然我不是建議你明天 但是應該最近就會有機會浮現 好 除了這個之外 你注意看看 蘋果電腦既然可以創新高 這個還是震一震 還是要再往上走 其實這個如果說 它不是J跟黑K的關係 它早就已經突破了 如果它往上走的話 請問它會去就在這個地方嗎 它這個地方在幹嘛 它在量縮 量縮就是在關前整理 它準備要過這個點 準備要過這一關 所以你可以拭目以待 第二個 像這種股票 你盡量爆沒有問題 爆股過年沒有問題 第三個 我已經講過很多次了 你等這個財報的一個公布 我已經跟你講 為什麼 為什麼 我已經講過很多次 我不想再講 其實它今天沒有紅線 我就很生氣好不好 今天其實開得還不錯 今天其實開得還不錯 坦白講今天開得還不錯 這尾盤還好有辣 有夠難看的 那開盤開得不錯 好來 這一檔 上禮拜五打到跌天板了 那這一檔 我已經跟你講過了 這個叫做抵抗線 我再跟你講一次 因為有抵抗線的股票還滿多的 來 這個就是所謂的抵抗線 抵抗線代表初步指紋 如果它這裡 如果能夠把這一根線吃掉一半 手板收在這裡 就不會有這麼多麻煩了 結果它不夠力量 所以只是初步指紋 告訴你它會在這個地方震盪 震盪的同時 這個低點有可能會跌破了 好 這個低點跌破的話 這個低點跌破的話 像今天跌破的話 你會說這個好像不錯 對 其實理論上今天是可以買的 理論上已經可以買了 理論上已經可以買了 但是我還請各位就是說 反正其實也不用價格那麼多 我覺得也不用計價那麼多 反正這個點跌破了 你就 人家很悲觀的時候 你就樂觀一點就對了 那我的想法是 我要讓它明天再量縮一點 我再進來買 這個我一定會買 你放心 我過去這個地方從來沒有買過 它漲我也沒有買過 我講成它漲我沒有買 不過這一次我一定會帶你買 因為好多人打電話來 要做這一檔 好 這個既然是抵抗線的話 這裡也是抵抗 這個也是抵抗 所以它為什麼我們說還會震 就是因為這個因素 震到哪時候 震到它量能潮往上 量能潮往上的時候 它才可能走3 這是1 2 3 所以這裡還會再震盪一下 這裡還會再震盪一下 這裡台積電 不過不管如何 我跟你講過的話 應該都算數 我不會之前跟你分析的 那現在股價跌下來就不算了 不會 我還是強調這一種 這一種觀念 這是國際性的公司 這是國際性的公司 這明明是台灣的公司 這是國際性的指標公司 像這種股票 一年可以賺一個股本 它的本益比15倍 叫做合理 叫做合理 所以為打15倍本益比之前 我都建議各位投資朋友 你要強力做多 Strong Buy 好不好 有問題 歡迎跟我們聯絡 我們明天再見 拜拜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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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的帮助 让我们有一个温暖的家 想帮助别人 却不知道该怎么做吗 提醒您 多的空屋可以透过租屋服务平台 租给有需要的人哦 不仅可以免费张贴租屋讯息 最高每年还可获得 一万元的修缮补助哦 目前已有六个县市 加入租屋服务平台的行列 请上网查询详细说明 租屋服务平台 爱屋及屋一起来 内政部营建署关心您 投资是门专业的事业 也是门良心的事业 顾得投顾拥有期货 股票双振兆 是您投资获利的最佳伙伴 入会咨询专线 02-2578-3000 2578-3000 最专业的投顾 顾得投顾 用心 用心 还是用心 是顾得投顾给会员最大的保障 也只有用心才能为会员创造最大的财富 免费资料索取专线 02-2578-3000 2578-3000 最用心的投顾 顾得投顾 当您投资失利 求助无门的时候 别失忆 顾得投顾秉持良心经营 专专业投资帮助赢 拥有期货股票双振兆 实名反败为顺的最佳利器 入会咨询专线 02-2578-3000 2578-3000 最提你的投顾 顾得投顾 因为中国大陆品牌厂崛起 再加上韩国企业的竞争 日本传统电子大厂 陆续调整了事业规模 像是东芝就宣布 结束北美电视研发 以及销售部门 全数转移给最大的代工厂人保 这让今年电视出货 有机会可以达成年增一成 450万台的目标 日本品牌电视主打细腻画面 加上整体设计 维持低调典雅路线 让许多消费者愿意多掏钱入手 电子制造商东芝 才公布会计年度前三季 获利大幅成长85.9% 却意外宣布放弃北美市场 要把事业体全部交给人保 应该是一个可以去期待 而且在新的一年 我想我们是真的有机会 那么产生更大的营收上面的突破 结合通路商与设计代工专长 人保采取贴牌模式 吃下美国电视市场 与东芝合作关系更紧密 陆续买下墨西哥波兰厂 去年出货比重达到50%以上 经验新增韩国乐金 与中国大陆TCL两大新客户 要挑战450万